欢迎来到成功法则听书频道 您的支持是我们继续的动力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及帮忙分享出去 今天我们要讲的书是 成功没有榜样 第八章 只把自己当对手 一个人的比赛 有一个美国小孩 他的梦想是当一名歌手 为此他开始练习唱歌并学习弹吉他 很年轻的时候 他认为自己具备了创作型歌手的实力 但是没人请他唱歌 也没人欣赏他 他只好推而求其次 去应聘电台音乐节目广播员的职位 但是他失败了 无奈之下 他只好当了一名推销员 靠上门推销各种生活用品 以维持生计 不过他没有忘记自己的梦想 业余时间仍坚持从事一些 与音乐有关的活动 他组织了一个小型乐队 在各个小镇做巡回演出 赢得了一些歌迷的拥戴 后来 他终于灌制了自己的第一张唱片 并且一炮而红 从此 他开始被鲜花与掌声包围 金钱与荣誉随之而来 或许是成功来得太突然 让他迷失了自我 他开始吸毒 随后又戒毒 频繁出现在戒毒所里 随着毒瘾的加重 他的歌唱事业一落千丈 等他觉醒过来 发现自己的毒瘾已经很深了 他向自己的私人医生求助 医生了解了他的情况后 明确告诉他 你要戒毒瘾 简直比找上帝还难 医生的话没有吓到他 他开始了与自己的新一轮战斗 他发誓要戒毒成功 于是把自己所在卧室中 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 最终他凭借自己的毅力战胜了自己 两个多月以后 他成功戒出了毒瘾 不久他重返舞台 用发自内心的声音来歌唱生活 打动了无数歌迷的心 这个不断战胜自己的人 就是美国的超级歌星 约翰尼 卡许 约翰尼 卡许一波三折的人生 给我们这样一个启示 如果说人生是一场比赛 比赛也往往只是你一个人的 正如罗曼 罗兰所说 最强的对手 不一定是别人 而可能是我们自己 在战胜别人之前 先得战胜自己 看下面的这个故事 我们或许更能理解这一点 垫底的冠军 2007年10月13日 北京奥运会倒计时300天的时候 台湾著名歌手游鸿鸣 带着他的奥运歌曲 英雄来到北京 启动一次名为 踏歌寻找奥林匹克英雄的活动 他所要找的奥运英雄 名叫阿赫瓦里 是坦桑尼亚人 尤鸿鸣的创作灵感 正是由他而生 因此希望他能参与 英雄MV的拍摄 在坦桑尼亚 驻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 以及坦桑尼亚政府的帮助下 2008年1月2日 阿赫瓦里终于出现在 英雄MV的拍摄现场 他是一个70岁的老人 脸上带着朴实的笑意 阿赫瓦里是谁 在英雄畅想之前 人们对这个名字很陌生 原来 他曾经是一名奥运选手 代表坦桑尼亚 参加了1968年 墨西哥城奥运会的马拉松比赛 许多人或许认为 既然称他为英雄 那他一定是比赛的冠军 甚至还打破了世界纪录吧 事实上 都不是 在那届奥运成绩册上 75名参赛选手中 他仅仅排在第57位 而名次 在他之后的18位选手 都因各种原因 中途退出了比赛 也就是说 阿赫瓦里是最后一名 完成比赛的选手 1968年的那场 马拉松比赛 开始于14时30分 两小时后 比赛基本结束 埃塞俄比亚人马末 沃尔德夺得了冠军 17时30分 颁奖结束 此时天色已晚 观众们都准备 离开运动场回家了 大街上的行人 比往常要多 18时30分 奥运组委会通知 沿途服务站开始撤离 然而不久之后 很多行人都发现了 一个惊人的情况 有一位36号选手还在跑 不久 这个消息迅速在全城传开 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那个人 正是十年三十岁的阿赫瓦里 原来 生活在海边的阿赫瓦里 对于墨西哥的高原气候很不适应 比赛前感觉肌肉发紧 当他跑完19公里时 又被一个运动员碰了一下 顿时摔倒在地 膝盖受伤 肩部脱臼 医护人员给他做了简单的包扎 示意他结束比赛 到路旁的救护车上休息 但阿赫瓦里拒绝了 他一蹶一拐地往前跑着 与其说是跑着 还不如说是走着 膝盖处的绷带 很快被鲜血染红 他跑跑停停 身后留下了斑斑的血迹 这时 一位记者上前去问他 你明知失败了 为什么还要拼命跑 为什么不退出比赛 阿赫瓦里 似乎没想过这个问题 沉默着往前跑了一会儿 才气喘吁吁地回答 我的国家 从七千英里外 把我送到这里 不是让我开始比赛 而是要我完成比赛 记者把这句话 写进了自己的广播稿 十分钟后 这句话在全墨西哥城的广播中回荡 十九时 阿赫瓦里在警车的簇拥下 跑进了阿兹特克体育场 这里专门为他打开了灯 许多市民又回到这里 为他呐喊 主威 当阿赫瓦里越过终点时 人们给予他的欢呼和掌声 远远超过了冠军 或许是因为激动的缘故 人们甚至忘了记录 他的确切成绩 这在奥运历史上 恐怕也绝无仅有 赛后 阿赫瓦里直接被送到了医院 第二天 他的事迹和照片 占据了各大报纸的大幅版面 法国对报称 他为最美的垫底者 墨西哥归来后 阿赫瓦里发现自己成了民族英雄 坦桑尼亚政府颁发给他一块 代表坦桑尼亚最高荣誉的英雄 荣誉勋章 他家乡的政府 还以他的名字 盖了一座阿赫瓦里体育馆 他到哪里 都惹来一阵欢呼 他还收获了爱情 现在的妻子 就是当年他的一名女粉丝 为他生育了六个子女 墨西哥成奥运会后 阿赫瓦里继续自己的马拉松生涯 但除了东非地区马拉松比赛冠军外 没有其他拿得出手的成绩 1976年 阿赫瓦里退役 成为坦桑尼亚奥委会的一名工作人员 他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竞技基金会工作 资助那些家境贫寒的田径新人 此外 他还是一个青年长跑队的教练 并开办了一个听众以老年人为主的长跑讲座 他平常坚持长跑 每天要跑十公里 他说运动已经融入我的血液中 只要还能跑 我就会一直跑下去 墨西哥城奥运会结束后 奥林匹克官方在一部纪录片里 记录了他比赛时的画面 三十多年后 歌手尤鸿鸣看到了这部早已被人遗忘的纪录片 这才有了名为英雄的奥运歌曲 以及大张旗鼓的寻找英雄的活动 来到北京的阿赫瓦里 很希望到鸟巢看一看 因为那将是自己国家的长跑后辈们 冲击奖牌的地方 阿赫瓦里说自己从没想到会成为英雄 但在我心里 一直把那场没有没有成绩的比赛 当作我的成就 英雄里有这样几句歌词 失败的英雄不多 超越是不朽的选择 失败的英雄不多 终点是永恒的选择 荣誉是梦的颜色 这或许是对这位垫底冠军的最好概括 与那场马拉松赛的前56名相比 阿赫瓦里输了 但他用战胜自己的完美表现 赢得了永远的尊重 自己去赢得一切 预言中说 一天有个人碰到一件难事 便跑到观音庙里去 准备向观音菩萨祷告 在庙里 他发现一个人跪在观音巷前 正在虔诚地祷告 当他看到跪拜者的面貌时 不禁大吃一惊 因为对方长得和观音一模一样 这人问跪拜者 您是观音菩萨吗 跪拜者答道 我正是观音 这人不解地问 您为什么自己拜自己呢 观音微笑着说 我也碰到了一件难事 但我知道 求人不如求己 求人不如求己 这是中国使用频率很高的一句谚语 无数成功者的势力告诉我们 不要总是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 幻想这样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而应该依靠自强不息的精神 自己去赢得一切 下面这个故事 就告诉我们这个道理 曾经有一个穷困潦倒的年轻人 因为没钱上学 就去外地找工作 却四处碰壁 很快就身无分文了 无奈之下 他给银行家罗斯写了一封信 他在信中抱怨了命运对自己的不公 希望罗斯能借他点钱 让他交上学费 毕业后好找一份好工作 信寄出去后 年轻人一直在旅馆等候回音 几天过去了 年轻人还没有得到银行家的回复 于是打好包 准备离开这座城市 就在这时 旅馆的老板交给他一封信 是罗斯写来的 在信里 罗斯给他讲了海中霸王鲨鱼的故事 关于罗斯讲述的故事 历史上有很多版本 其中最有意思的一个版本是这样的 上帝创造大海之后 见大海里太冷清 就造了各种各样的鱼 给了他们流线型的身体 和灵活的旗 让他们在大海中自由自在地游动 大海里一时热闹起来 但上帝一时疏忽 忘了给鱼安上钓 鱼的笔中大鱼水 没了鱼钓 一旦停止游动 就会很快沉入水底 被水压死 所以 一开始大海里的鱼都活不长 不久 上帝发现了这个问题 于是决定 把鱼钓赐给鱼们 这一下 鱼们不但能在水里随意沉浮 还可以原地休息 鱼们十分高兴 都觉得鱼钓实在是太有用了 然而 上帝没有为鲨鱼安上鱼钓 因此这个调皮的小家伙不知跑哪儿玩去了 上帝费了很大劲 也没找到他 上帝心想 随他去吧 反正鲨鱼没有鱼钓 就会沦为海洋的弱者 就让自然淘汰他吧 很多年以后 上帝想看看海里的鱼都怎么样了 一见到上帝 那些有钓的鱼们都纷纷向上帝诉苦 说他们都被鲨鱼害苦了 这时 一群威猛的鲨鱼游了过来 其他的鱼吓得纷纷逃窜 上帝感到十分惊讶 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使没有鱼钓的鲨鱼成为海洋中最凶猛的鱼类 鲨鱼说 我们没有鱼钓 无时无刻不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为了避免被水压死 亿万年来 我们从来未停止过游动 我们必须和命运抗争 这成了我们的生存方式 在新的结尾 罗斯对年轻人说 城市就像一个浩瀚的海洋 而你要相信 自己就是一条没有鱼钓的鱼 那晚 年轻人一直在想着罗斯的故事 久久不能入睡 第二天 他对旅馆老板说 他愿意留下来当服务员 不要任何薪水 只要能让他吃饱饭就行 旅馆老板自然很高兴地留下了他 十年后 这个年轻人成了超级富豪 并且娶了银行家罗斯的女儿 他不是别人 正是鼎鼎大名的美国石油大王哈特 这个没有鱼钓的鱼的故事 曾激励了很多人自强不息 使他们走上了成功的道路 成功人士风光无限的背后 大多有着艰苦奋斗的历程 他们就和没有鱼钓的鱼一样 为了生存和理想而不停拼搏 与命运顽强抗争 最终抵达了梦想的彼岸 突破自己的障碍 弗兰克曾经是一名优秀的棒球队员 因受伤而被迫退役 当了一名推销员 但由于收入太低 他不得不从事一份兼职工作 一天弗兰克接到一份重要请柬 得知他被邀请在两个月后 参加一个演讲会 弗兰克从来没有当众演讲过 事实上 他是一个相当腼腆的人 正是这一点 成为他推销事业上的一大障碍 但这一次 弗兰克决定尝试一下 当众演讲的滋味 他找到成功学家戴尔 卡奈基 提出要参加他的演讲培训班 戴尔 卡奈基回答他 这个培训班的课程已过半了 要不你下一期再参加 弗兰克说 不 我现在就要参加 卡奈基笑了 他握住弗兰克的手 说 好吧 下一个就由你来讲 结果 那一天 弗兰克连一句你好都没有说出来 因为他太紧张了 弗兰克很难过 但他还是坚持上完了这第一堂课 接下来的几周 他参加了培训班的一系列训练活动 还参加了每周的例会 两个月后 弗兰克的演讲时间到了 此时 他已经能够平静地当众讲述自己的经历了 他讲了他和他的队友们 在棒球队的一些故事 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半小时 演讲完后 很多听众都跑上前来和他握手 称赞他讲得很棒 令他们很感动 也很受启发 弗兰克为自己演讲所取得的效果感到震惊 他也明白了 自己的缺陷并不是难以克服的 后来 弗兰克成为一名极为优秀的推销员 德国作家席勒说 胆怯是最大的危险 胆怯是一种心理上的障碍 并不是在普通人身上才会出现 事实上 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胆怯 一些大名人也盖莫能外 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的成功 因为他们成功实现了突破 甚至还把障碍发展成了自己的特长 这样的例子很多 英国著名作家乔治 肖伯纳就是其中之一 腼腆的雄辩家 乔治 肖伯纳是世界一流的大作家 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 这一点众所周知 除此之外 肖伯纳还是近代一流的雄辩家 成名以后 她不断接受别人的演讲邀请 演讲会场经常会被听众击报 无法进场的人 则在会场外流连不去 肖伯纳对演讲的收入分文不取 全都捐给慈善机构 演讲会场 是她抒发自己观点的舞台 她大肆攻击腐朽的传统 若有人反驳她的言论 她就会采用慷慨激昂的言词 迅速加以反击 道理之深邃 语言之犀利 令人叹为观止 但是谁能想到 这样一个伟大的雄辩家 曾经是一个多么内向 胆怯 甚至有强烈自卑感的人 肖伯纳一生交了很多朋友 但年轻时 她的朋友却不多 其中一个密友 住在泰晤士河边 她每次去朋友家拜访 由于害羞 在敲响朋友家的门之前 都要在河边 足足徘徊二十分钟 有几次 她甚至打起了退堂鼓 想一走了之 但最终 还是鼓起了勇气 她后来说 我想 或许没有谁像我年轻时 那么内向 也没有谁像我 对内向那么感觉羞耻 后来 肖伯纳在大英博物馆里 读到 《上流社会的习惯和风俗》 一书 这是一本有关公众礼节的书 其中有关于当众演讲的内容 肖伯纳意识到 在众人面前演讲 应该是克服内向 及胆怯的最简单 最实际的方法 于是 她参加了一些辩论团体 在经过几次演讲训练之后 她变得沉着大方了许多 有一次 她被要求担任 下次辩论会的主讲人 这让她一连几天 内心惶惶不安 辩论当天 当她在会议记录部上签名时 手不由自主地抖个不停 她为这次辩论 准备了大量资料 但当辩论开始后 她却紧张地 没时间看这些资料 不过 她的窘况 并没有人在意 她的演说 赢得了听众的喝彩 这次主讲的经历 给了她莫大的信心 在改变自己内向 胆怯的个性问题上 她迈出了重要一步 以后 凡是在伦敦举行的公开讨论会 她一定会敢去参加 而且一定要在会上发言 同时 她大量阅读一些深邃的经济学 社会学著作 比如马克思的资本论 建立了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有了坚强的信念以后 她个性中的内向 胆怯得以 一点点消失 在大量的读书 写作期间 她活动的舞台 逐渐从伦敦扩展到英国各地 每隔一晚 她都会去参加一次演讲会 在街头获礼堂 教堂的演讲台上 她激情洋溢地阐述着自己的见解 她把这一习惯保持了整整12年 终于成为一位 含有匹敌的雄辩家 肖伯纳战胜了自己的胆怯 实现了灵魂的升华 也成就了自己的伟大 胆怯一点点摧毁我们的自信 让我们身上隐藏的巨大潜能 无法发挥 从而形成 我们思想和行为中的障碍 通过突破这种障碍 彻底释放我们的潜能 将有助于我们 更快地赢得成功 我们应该记住 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名言 我们唯一不得不害怕的 就是害怕本身 行不行 你说了算 富兰克林是美国著名的科学家 政治家 社会活动家 由于家境贫寒 他12岁那年就到哥哥詹姆斯 创办的小印刷所当学徒了 尽管排版的活儿又苦又累 但富兰克林干得还算开心 因为他认识了几个 在书店当学徒的小伙伴 能通过他们在晚上把书借回来 彻夜阅读 第二天再送回 就这样 富兰克林博览群书 钻研了各种感兴趣的科学问题 还能学着写一些小文章 15岁时 詹姆斯筹办了一份 《新英格兰报》 报上常发表一些文学小品 很受读者欢迎 富兰克林也想写点文章发表 谁知哥哥知道了他的想法后 不屑地说 小孩子写什么文章呀 还是乖乖拍你的签字吧 富兰克林不服气 便化名写了一篇小品 半夜里偷偷地 从印刷所的门缝里塞进去 第二天 哥哥看到稿件 发现文章思维严密 语言优美 立即决定发表在自己的小报上 哥哥请来一些写作的朋友评议 朋友们也各个赞不绝口 有人竟断定 这是出自名家手笔 听着这些议论 富兰克林发出了会心的微笑 从此 富兰克林就经常以这样的方式 在报上发表他的文章 而哥哥一直蒙在鼓里 直到有一天半夜 哥哥藏在印刷所的门口 才惊讶地发现 明家居然就他看不起的弟弟 哥哥没有给富兰克林 发表文章的机会 还对他冷嘲热讽 但他用事实捍卫了自己的尊严 哥哥说他写文章不行 他就飞行给他看 从这件小事中可以看出 富兰克林能成为一代伟人 首先源于他不肯服输的精神 从前 有一个在戏班里长大的小男孩 也凭着这股精神 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祖师爷没给你这碗饭吃 这个男孩诞生于京剧世家 但他四岁父亲就死了 由姑妈抚养长大 八岁那年 男孩开始学系 唱的是淡诀 由老师上门授课 男孩虽然出身名门 但他的天赋并不高 有一次四句唱腔 他学了好多天也没学会 老师见他学得慢 生气地说 你不行 祖师爷没给你这碗饭吃 老师一赌气 再也不教他了 第二年 男孩又跟另外一位老师学系 学得还是慢 幸好这位老师比较有耐心 没有一副袖子走人 但周围 有些人看不起他 认为他不会有出息 溃为名家之后 男孩心里憋着一股气 按下决心 一定要学好戏 为自己争口气 从此他给自己定了一个学习计划 早晨五点起床 到城墙下空旷的地方练嗓子 吃过午饭 吊嗓子 练身段 学唱腔 晚上练戏本子 男孩学戏 比任何人都刻苦 一段唱词 一般人唱六七遍就会了 他却要唱二三十遍 为了练好战功 他在一条长凳上放块砖 脚踩木敲 在砖上一战 就是一炷香的时间 起初他总是掉下来 摔得生疼 可他咬牙坚持 日子一久 就站得稳当当的了 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 一到冬天 他还在冰面上练彩敲 跑圆场 摔得鼻青脸肿 也全然不顾 男孩还有一个很大的障碍 就是 他的眼睛有点近视 眼皮下垂 眼神不能外露 可在舞台上 淡绝的眼神 是很关键的一环 为了弥补这个致命缺陷 男孩想了一个办法 他养了几只鸽子 每天天不亮 就开始放飞 鸽子飞起来后 他的眼睛就随着鸽子而转动 辨别这是哪一只 那是哪一只 这样天长日久 他的眼睛毛病没了 而且特别有神 他就这样坚持练习了几年 终于练出一副好嗓子 一身好记忆 十一岁那年 他开始登台演出 以俊美的扮相 田润的唱腔和细致的表演 而受到观众们的一致好评 二十多岁的时候 他就红遍了大江南北 许多人到戏园子看戏 就是冲着他来的 这个男孩 就是卓越的戏曲家 金剧表演艺术家 梅兰芳 据说 成名之后的梅兰芳 有一次又见到早年说 他祖师爷没给你这碗饭吃的老师 这位老师惭愧地说 我那时候 真是有眼不识太山啊 您别这么说 大师是这么回答的 我受您的溢出太多了 当初要不是挨您一顿骂 我还不懂得奋发上劲呢 作为把金剧引向世界的先行者 梅兰芳为这一国催的普及 做出杰出贡献 但是 金剧走向世界的道路 并不是平坦的 他小时候那种不服输的精神 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并一直贯穿他整个的艺术生涯 一开始是在1919年和1924年 梅兰芳两次帅团赴日本演出 他那精湛的表演 让日本人充分领略到 金剧无与伦比的魅力 此后 梅兰芳决定帅团赴西方演出 美国是第一站 1929年底 就在剧团已花费大量资金 做好了前期工作 准备动身的前两天 美国方面发来电报 说 美国现在闹经济危机 恐怕看戏的观众会很少 建议推迟演出的时间 有位朋友对梅兰芳说 这件事 你自己定夺 假如到美国不上座 你就破产了 梅兰芳认为自己 必须冒这一次险 于是他把电报撕碎 扔进壁炉 宣布按原定计划出发 结果他在美国的演出大获成功 在华盛顿 纽约 芝加哥 旧金山 洛杉矶等大城市 梅兰芳受到美国人民热烈的欢迎 连电影大师卓别林 也当面称赞了他的艺术造诣 这几次海外表演的成功 奠定了梅兰芳世界艺术大师的地位 有些人生来就是天才 而有些人是被外界刺激 成了天才 莫扎特属于前者 而富兰克林 梅兰芳应该属于后者 别人可以看不起你 但你不能看不起自己 这是一个人最起码的生活态度 也是决定一个人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 本色就是本钱 帕马是美国高尔夫球运动史上最优秀的运动员 除了很高的运动天赋外 他在公众心目中也留下了诚实 不做作的印象 他在本应该年轻气盛的时候 就表现出谦和的态度 使人乐于清静 这种谦和 似乎是他与生俱来的品质 不管在什么场合 如果有人要他谈谈自己进来的表现 他并不是列举自己最得意的事情 比如 一回合打了多少杆 拿下多少冠军 收入了多少奖金 等等 他每次总是拿自己开玩笑 说自己进来的一些臭事 有一次 在一项表演赛开赛前 他被球迷团团围住 在回答问题时 他把自己层一栋打出L2杆的耻辱战绩 当作一个笑话般加以详述 听众并没有因此而小看帕马 反而从中见识到帕马的气度 对这位长盛将军更加尊敬 不管你是个平凡的人 还是头戴光环的各路明星 一定要怀一颗诚实的心灵与人相处 不要企图哗众屈宠 因为没有人喜欢做作的人 而那些以自己本色是人的人 不管他是机灵还是笨拙 是潇洒还是木呢 总能得到人们真心的喜爱 最近几年 中国影坛崛起的一名新星 正是这样的一个人 乍一看上去 他没有任何特别之处 平凡的长相 平凡的身材 平凡的语言 除了那异常朴实的笑容 以及傻笑时带着的那股可爱静 会让人留下些难忘的印象外 他跟普通人真没啥区别 从他身上 你看不出多少明星的风范 光芒四射 派头十足 这些明星专用的词汇 好像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但他确确实实是个明星 而且是近年来风投最近的超级明星 他就是王宝强 2007年 在某知名论坛上 由网友投票选出的 2007年80后十大影响力人物 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这个排行榜 涵带了文化 娱乐 体育 商界等多个领域 被认为是最能代表 网民声音的最客观的排行榜 这些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都取得了令人艳羡的成就 似乎证实了张爱玲的那句名言 出名要趁早 以高票当选 并排在排行榜首位的 正是王宝强 刘翔 陈楚生 易建联 郭敬明 李响 这些大名鼎鼎的80后帅哥 才子 统统排在了他的后面 对于王宝强 获得网友最多的支持 有业内资深媒体人士指出 虽是意料之外 却在情理之中 因为王宝强代表的是广大的草根 太多奋斗中的年轻人 都能从他的身上得到安慰 寄托和力量 确实 无论是真实的王宝强 还是他扮演的角色 都足以作为草根的代表 1984年 王宝强生于河北省南河县大会塔村 他六岁开始习武 八岁至十四岁 在少林寺做俗家弟子 之后来到北京闯天下 在各剧组做武行 当群众演员 那段为期近两年的北漂生涯 是他有生以来最为艰苦的岁月 他的理想是当一名好的演员 但在北京 想演戏 想当明星的人 实在太多了 而且大多数人都有自己的绝活 王宝强除了会点武功 其他方面并没有优势 因此他一度很迷茫 不知道自己是否选对了路 成名之后 在一期《我是傻根》的访谈节目中 说起那段日子来 王宝强仍唏嘘不已 他称自己那时很少给家里人打电话 不是因为不想家 而是因为混得不好 怕打电话时情绪不好 让家里人担心 但是 命运最终眷顾了这个普普通通的孩子 十六岁时 导演李扬看中了王宝强 让他在自己导演的电影《芒井》中当主演 这部电影让他从武行摇身一变 成了金马奖最佳新人 还在一些国际电影节上 荣英最佳男主演奖 不过 真正让王宝强名声大噪的 是2004年参演冯小刚导演的《天下无贼》 在那部备受关注的贺岁剧中 王宝强与葛优 刘德华 刘若英等大牌明星同台现役 他在片中饰演的傻根这个角色 深入人心 而王宝强也以其淳朴的个性和独特的信誉 赢得广泛的关注 2006年 王宝强在30集电视连续剧《士兵突击》中 单纲主演 成功地塑造了许三多这一角色 其本真的表演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从《芒景》到《天下无贼》《士兵突击》 王宝强一步一个脚印 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功 赢得了财富与荣誉 在2008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 王宝强又是演小品 又是领唱 是当晚唯一一个演出两个节目的人 成为晚会上最夺目的明星 2008年6月29日 他又推出首部《个人自传》 向前进一个青春时代的奋斗史 十分畅销 在《南方人物周刊》推出的2007年 《中国魅力50人》评选中 王宝强高票入选 他得到的评语 简短贴切 本色之魅 王宝强的成功看似偶然 其实有一定必然性 在拍电影时 他总是以自己的本色去演好角色 真诚 憨厚 朴实 不给人做做质感 他演的傻根和骚兵许三多 就是典型的例子 他们都是农村的土孩子 都进入到聪明人的世界里 经受痛苦的煎熬 傻根在一趟短短的旅途中 用自己的善良感化了贼 而许三多则在不断的成熟中 也让许多聪明人学会了反思 可以说王宝强演的就是真实的自己 在孤明钓鱼 华众取宠之风很盛的演艺界 相信很多人也会因他而反思 其实又何止演艺界 在成功路上奋斗的所有人 难道不也应该反思一下 你保持你的本色了吗 反省才是成功之母 美国纽约有一个大名鼎鼎的零售业大王 名叫斯图亚特 很多年前 当斯图亚特还是纽约贫民窟的一个穷孩子时 为了摆脱贫困 他想着自己做点生意 但他的全部资产加在一起 也只有一美元五十美分 这么少的资本能干什么呢 他想当然地进了一些针线和纽扣来卖 可是一个买主都没有 所有的货都滞留在他手里了 这第一笔生意 他赔了一大半 经历了这次失败以后 斯图亚特发誓说 我再也不会轻易丢掉一分钱 接着 他挨家挨户地拜访 询问人们有什么需要 然后他用剩余的钱 进了人们迫切需要的东西来卖 当然 这第二笔生意 他赚了一些钱 斯图亚特反省道 无论你做什么生意 都应当好好研究人们的需求 以便投资到他们最需要的地方 斯图亚特终生都铭记着这个原则 他后来做任何生意 都会事先做好详细的调查 绝不进行无谓的冒险 用这个原则 他的生意越做越大 赚到了四千万美元 在纽约创建了自己的店铺 成为超级富豪 牛顿说 如果你问一个善于溜宾的人 怎样获得成功 他会告你说 跌倒了爬起来 这就是成功 斯图亚特从失败中得到的教训 成就了他后来的誓言 一个人犯了错误 只要懂得反省 及时改正 那么这个教训 将是一笔很有价值的财富 商界奇才石玉柱也说 一个人倒下去之后 这个人的价值应该是增加的 因为教训能够使一个人成熟 成功能够使一个人头脑发昏 失败能使一个人更有价值 石玉柱的这番话 正是他近十年来 坎坷人生路的智慧总结 巨富与巨富 2007年11月1日 我国一家民营企业巨人网络 在美国成功上市 这是第一家在美国主板上市的 网络游戏公司 公司初始市值达39亿美元 成为全球超级网游公司 巨人网络的当家人史玉柱 又一次成为业界议论的焦点 十年前的史玉柱 还身负着两亿元的欠款 被戏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富翁 然而十年过去了 他又直逼中国首富的宝座而去 用十年河东 十年河西来形容史玉柱的这次转变 确实是在再恰当不过了 史玉柱于1962年生于安徽怀远 浙江大学毕业后分到安徽统计局工作 1988年 国内兴起第一波下海热 史玉柱就在这一年辞职创业 靠闭关半年开发的文字处理软件 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 便挣到了3000万元 1991年 他到珠海注册了巨人集团 史玉柱的野心很大 他发誓要把巨人公司打造成中国的IBM 1993年巨人集团成为居全国规模刺席的高科技企业 但随着国外软件的大举进攻 巨人集团的经营面临困难 史玉柱把目光转向保健品 赤资5亿元开发出全新的保健品 脑黄金 他用创纪录的1亿广告费换回近10亿元的收入 顺利度过企业发展的瓶颈期 然而就在这时 史玉柱的一招险棋 让他走向了危险的深渊 1994年 巨人集团出台了百亿计划 提出1996年产值突破百亿大关 百亿计划中 还有一个巨人大厦项目 原计划盖38层自用 但不久 史玉柱决定加到54层 后来 有人建议干脆盖全国第一高楼 于是 规划中的巨人大厦 被加高至72层 预算建设成本10亿元 当时巨人集团总资产才10亿元 流动资金不过一两个亿 但史玉柱决定来一次好赌 赌注就是卖楼花 因为他知道 在1993年 珠海的西区别墅 曾在香港卖出了十几亿楼花 可是 谁料到1994年 史玉柱卖楼花的时候 中国宏观调控开始 限制了卖楼花的行为 史玉柱费尽力气 也只卖掉了一亿多的楼花 巨人集团出现了巨大的资金黑洞 1996年 巨人大厦因资金链断裂而停工 购买了楼花的人 纷纷上门要求退款 同时巨人集团保健品业务 遗落千丈 巨人陷入深深的财务危机 史玉柱 这位身价十几亿的巨富 一下子成了欠款两亿元巨富 而且被人骂作骗子 赌徒 1998年8月 史玉柱悄然离开珠海 决定建立新的事业 以偿还巨额债务 他还有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那就是巨人集团早年研制的脑白金 这一次 他没有在盲目的行事 而是做了大量的市场调查 他常常戴着墨镜走街串巷 亲自接触了很多老百姓 问他们 如果有一种保健品 有这样的功效 这样的价格 你愿不愿意买 他还以脑白金技术员的身份 搞了个座谈会 发现产品反馈的效果很好 在当时 由于有太阳神等众多知名品牌 人们都认为中国保健品市场已经饱和 但石玉柱偏偏看中了这个市场 为了脑白金的上马 石玉柱向一位朋友 借来50万元启动资金 拿出其中5万 先给他的30名员工补发了工资 剩下的钱 全部投入了脑白金的生产和销售环节 那是石玉柱最困难的一段时期 连买一张飞机票的钱都没有 出差的时候 只得找人借钱 但到了1999年 脑白金的销售额达到2.3亿元 2001年1月 新巨人在上海注册成立 到这年年底 石玉柱基本还清了所欠的债务 今年过节不收礼 收礼只收脑白金 那几年 大街小巷到处都是脑白金的广告 在脑白金的滋补下 巨人奇迹般的复活了 并于2004年在做了大量市场调查的基础上进入网络游戏领域 并很快将盛大 网易等网游巨头甩在了身后 十年的沉浮 石玉柱开始变得胆小 不再做无谓的冒险 他认为对中国企业家而言 最重要的不是能否抓住机会 而是能否抵制诱惑 石玉柱为中国企业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案例 在陷入似乎万劫不复的深渊之后 石玉柱进行了深刻的反省 居然奇迹般的实现了大翻盘 他总是提醒自己 不管现在已经赚了多少 也许明天就会破产 我们习惯说失败是成功之母 其实 成功之母不是失败 而是失败后的反省 失败的人 若是不懂反省 就永远与成功无缘 卡奈基说 成功者与失败者之间的区别 常在于成功者能由错误中获益 并以不同的方式在尝试 这或许正是石玉柱等成功者共同的秘诀 成功没有榜样 第八章 只把自己当对手 完 请到影片下方继续观看其他章节 喜欢这个影片的朋友 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帮忙按赞 以及分享出去 谢谢大家